me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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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 caffee 然后明天我还有一天可以看看题复习一下 我已经看了 我还有大概100道题 是那种只答对过一次的那种 它那个app上有这个分类 然后我就明天可能会把这些答对过一次的题 然后再看一遍 然后后天早上7点45去考试 礼拜四有一个小亨的 是早上9点 礼拜大概就是这种安排 明天我不是去考试吗 就是那个驾照的理论考试 然后呢我老公专门为此请了一天假 为什么呢 因为他说防止明天我那个理论考不过 心情不好 不给他做饭了 然后他就总觉得我看错题了 因为那些题目他说他从来都没听说过 你平时觉得我那题我都看错了 因为我从来没听完 就 acontece 明天照洋 我要去考试啦 我要回家了 刚坐了一套公交车 现在来岛屋办 然后我又坐到马县 然后才能回家 绕了好大一圈了 终于到家了 我连早饭都还没有吃 现在都快十点了 我赶紧回家吃点东西 离物考试过啦 前辈 耶 我今天跟幼儿园的老师 有一个 所以 二十九点开始 然后现在都已经快八点了 我就不想回家了 刚好他楼下有那个 面包店 然后我就在面包店吃一点 然后还买了个水果 现在我要去买一瓶水 然后 这个 这个是一个 然后这边有鸡蛋和 开子 这咖啡 没有我老公打的好喝 凉了 我有些热的 那味道还可以 咸咸的那种 都是带酥皮的嘛 但是还好 有这个不黑色 然后里面还有蛋呢 开子也 比较健康 刚才 有一对小年轻 坐在我正正对面 就是这里 他们两个坐在这 然后这是我的桌子嘛 就是 就他们后来的嘛 坐的没 两分钟吧 就走了 他们刚开始坐在那时候 我还觉得 就是我挺尴尬的 因为我可能有点 就是电灯泡 你知道吗 其实 我一直在想 我一会儿 要怎么跟老师说嘛 然后呢 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俩突然就走了 我还没吃完了 我 只要我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别人 吃 果然又是掉秤的一天呢 哈哈